你就打算一直这样冷暴力吗 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 发那么多信息 你就打算一直这样不理我吗 没什么好说的 那天我把话说得很明白了 是我不配 我虚荣 我爱装 就算那天你带我去你家 看了你的豪车 你的别墅 然后又能怎么样了 我当初跟你在一起是因为这些吗 你爸测试我 还是在你眼里 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没有啊 我我只是想给你一个安全感 咱俩之间早就已经不需要这些的呀 我从来就没有在意过 你到底是不是富二代 你到底有没有钱 我喜欢的是跟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咱们有手有脚 只让我们一起好好努力 什么都会有的呀 靠谁都不如靠我们自己 好不好吗 哪有那么容易啊 这是生活 又不是拍电影 那你就准备一直这样不叫我不理我吗 我做错什么了 明明一开始就是你先招惹我的 还说你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喜欢我就是一时兴起 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我们俩的以后 我们俩这些经历也就是逢场做戏对吧 那么 好了 我们先不说这个 我大老板跑回来你就要站在门口啊 就在这说呗 里面不方便 怎么不方便 还有别的女人啊 对啊 你说的没错 亮晨你别跟我开这种玩笑 我会当真呢 我没开玩笑呀 要不你自己进来看 不过我劝你还是不要看了 真的 先生 先生 这天也亮了 该把单买一下了吧 买什么单呀 我就是这的老板 先生 您不会喝多了吧 这才多少酒啊 去把苏英杰给我叫过来 来来来来你告诉他 谁是这的老板 你看我用没有结账 不是 是老爷子交代了 现在免除你所有职位 直到你低头认错为止 这个单你得自己买 刷卡刷卡 刷卡呀 你看我干嘛 没钱 你在想当场吧兄弟 你先帮我垫上吧啊 回家我找给你 陈儿 啊 老爷子说了 这个单你买不了出不去 这个点我去找谁啊兄弟啊 老爷子交代了我也很难办你 行 多少钱呀 我帮你结巴 你咋来了 你不找我吧 雷环 五飞 五飞 呆